非常简麟的穿搭 那這套因為最近日本就是乳乳米很紅 所以呢就有很多這樣子乳乳米圖案的衣服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身上的這一件裙子 那其實它的版型是偏向是長仔裙 那通常長仔裙對於L號來說 我都會習慣稍微拿大碼一點 這邊小素材不會太緊繃 那這一件我穿的是XL號 它總共有兩個顏色就是深淺涼色 那如果你要顯瘦當然就是拿深色 然後尺寸S到XL號 那它的設計呢給大家近看一下 它是這種扣子拉鍊 然後有腰耳、口袋 那背面呢是有一點彈性鬆緊的 整體的厚薄度呢5分大概是1.3、1.4左右 就是有挺度不會透 然後但是也不會到真的非常的笨重 然後設計的話窄裙的部分 會讓你的這邊看起來非常的瘦 那一樣我的167大概是遮到小腿度左右的長度 下擺是有一點自然的抽鬚 所以我覺得挺度啊 然後修飾度其實都還不錯 穿起來就是有一種優雅 但是又青春洋溢的氛圍 然後上衣的話呢 剛剛跟大家說最近日本很紅嘛 就是乳乳米的圖案 那這一件的特色呢是 除了圖案非常流行又可愛 背面也還有 那它的材質是美國棉的 就是更舒服更厲害的棉料 然後它也有一些防曬的功能 尺寸呢從S號出到XL 那我現在示範的是M號 就是會非常的剛好 所以如果你跟我要L身型買M號 穿起來就是這樣和身有腰身感 然後長度是可以遮小腹 那腰間肉的部分 那厚薄度呢我覺得它算是5分 大概1.2、1.3 稍微有一點點磅束 然後就完全不會透很挺 那顏色呢有非常多種 所以大家可以上官網去看一下其他的顏色